一个好的电视广告呢 常常是一个世代的共同记忆 而在这个毕竟民国一百年 我们这个世代可能对他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正是在电视中老师跳全民健康操的全联先生 这次建国百年的元旦呢 将由他跟一群小朋友示范跳国民健康操 别看他广告里面跳得很顺 私底下倒是老师恩基 中天新闻的独家幕后花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全联先生跳健康操不是新鲜事 广告里头就已经看过 但这是旧版的健康操 预遇到新版健康操 全联先生变成密斯特卡卡 一开始就跟不上拍子 挑到后来几乎都是见招拆招 飞飞是健康操 哪会差 挺多啊 这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不是那么 不是像旧版的独立先生变成这样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他不是新版健康操作 还要再来一个这样 再来一个这样 然后还要有一个这样 什么的 那真的是 跟旧版的是天差地元 真的有够难就算很活泼的 永安国小校长亲自出来教 站在一旁的全联先生 用手拖着脸 在一旁干看 心里大概也在想 这会不会太难啊 二 三 四 五 六 反复来 全联先生跳健康操 旧版很顺 新版很卡 也难怪给闭关苦练 不然元旦当天跳书 小朋友们就惨 昨天就吕玉峰 吕玉乔 特别收到